好 OK 大家好 今天有一半是新朋友 一半都是旧朋友 今天的小剧主要是跟Polketo合作 办一个立场小剧 那请他们就在台北这边建一个Polketo台北的一个VR服务 那我们今天第一次小剧就是要介绍Polketo他的这个 新的区块链的 framework 叫做Substrate 那PolketoStrate就可以像是教网站的Wordpress 让你去开发各式各样的区块链 那 今天就是感谢甘迪的赞助场地 那我们待会 就是 差不多透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开场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上级10座的部分 那大家上级10座之后 之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做一些互动交流 因为 Polketo这个开与的 生态跟他的开发方向 我认为其实是 蛮好的 未来应该是蛮好的一个生态的发展 那我跟新朋友 介绍一下 就很多 跟我的熟 那我之前有8年制作银行系统的经验 有5年是去 亚洲最大的国财经划 发现这样的事 那2016年自己跳下来做新创 Start 那2017年的聊天机器人 是被一个收购的项目 那2018年开始因为 一些因缘机会的关系 帮一些金属去写白领书跟交易所 所以 开始认为 台湾在区块链这一块的 跟国外有一些资讯的莫插 所以 我才决定要去 做这个区块链的资讯教育推广 那 那所以自己 那个时候的第1个start的题目就是 弄一个区块链的学院 这个区块链的学院主要是投币的 因为我基本上 以往的经验都是投币的 包括聊天机器人也是 那主要是focus在提供企业的 各位 服务跟内训 那我会去学校开课 中国是对外有些课程 那另外呢就是 也办了在去年9月的时候也办了 台北区块链的社群 那是 也是在这个场地 那我们已经办了 20场 已经办了20场 有兴趣的话 我们应该20号也会办一场 也会办一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除了 区块链社群以外我还有 办了其他的社群 像这个Matec的部分 那像我们 上个月底就 办的是行销科技 Matec的整个 就是 透过 因为主要是需要 去寻找一些落地利用 所以 那时候就 把这个台北区块链社群 跟台北区块链社群的 合广场相聚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主题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社群就是AI AI OK 那当然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提供 用区块链的教育界面 然后部落主 然后更重要的是 通过社群 来推广 一些目前的一些新的 科技 OK 那我们接着就要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 要带大家来 实作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下一代 区块链的框架 那新进来的朋友 可以capture一下下面的 这个简报的帮子 我也不一定capture 因为待会每一张简报下面都会有 那在我们进入实作以前 还是大概先 说明一下 因为像我从去年 去年 写完白皮书之后 因为其实白皮书都是拜的 那时候其实我对区块链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 因为我以前有写SBI的经验 所以 其实就是去study 大概看了两三百份的白皮书之后 也能够凑出一分出来 那时候就发现说 虽然 写了很多 整份看起来很丰富 很完整 但是 觉得 还是蛮虚的 因为对影片的技术 还是不是很了解 所以后来我就 真的就是开始去研究 从比特币 像我去考了这个比特币的认证 国外有的C4 他们有推这个比特币的认证 然后去了解比特币里面的一些 专业的细节 然后后来研究 Ethereum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区块链的 整个架构设计上面其实是大同小异 尤其大家可以看底层储存层 一定是他的 包括他的Storage 他的DB 甚至你会发现他们用的底层的一些技术是相同 是类似 那当然上面就会 在这个储存层上面就会有他的所谓的区块的数据的结构 其他区块的数据结构 那当然包括 会用这个MocoTree等等的这些区块链的 结构去 组成这个区块链 那当然上面都会是 网路层跟协议层的部分 然后还有共识层 然后还有这个对外 等应用层的部分 那当然差别比特币就没有 像以太坊有证能合约 那研究以太坊之后呢 后来 又去研究Hyperlander 因为 对于 因为我是做逼的嘛 所以其实对企业来讲以太坊的架构还是 如果单纯要拿以太坊来改的话 还是有蛮大的困难度 所以那时候研究Hyperlander 他是比较偏向投用的 同用企业应用的一个区块链框架 那同样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 类似 比如说 他一开始 Hyperlander 他的底层也是 用 Label D 那只是他后来 为了要有更多的 他的这个 一些商业的需求 他又提供了一个显示 那在上面呢 其实他都会有相同的 他的区块的数据层 然后他的 这个 他 差别是Hyperlander 因为为了商业 Priving的需求 所以他又有透过Channel 的这些设计 但是你会发现说 整个 如果整个框架的去 去做一个区隔的话 你会发现他好像就像网路7层一样 都会有他们层层层层上去的一个设计 那也因此呢 现在新一代的区块链框架 他们就会 把这些架构把它做 简化 让大家可以开始focus在 真的要在 各自的应用上面 只要focus自己 所需要开发的那一块就可以 所以也因此呢 就会有所谓的网路层 然后网路层的 这个 Framework 那如果 基本上 区块链的网路就是要可以 PDP 那 一般来讲 大家也很 很少会自己再去开发自己的 这个网路层的部分 那唯一的差别会是做 每个区块链想要的共识成为 不一样 那这个是大概是 之前不管是工业还是 其他的联统 大概 大概都是focus在 修改共识成这一块 那在上面大概就是要 更具体的就是 你的业务 应用是在哪 那这个就是 运动成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整个框架 就可以 被简化成这三 这三个类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入上级实作 请大家先去 这个网址去注册一个账号 它是一个云端的ID 那它会给你一个VM 然后里面会有ID的环境 然后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Linux的OS 那因为今天要介绍Subs 所以基本上它D4不提供 一个很简单的Windows的安装 所以 会建议大家如果要玩的话 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环境去玩 那不过 大家就是要尽快注册 因为之前 我分享的时候 我是用call anywhere 那是另外一套 平端ID 可是 我分享机场之后 他就 原本不收费了 后来要变收费 那甚至爆发箱之前 我有分享 Hyperlander IBM 他有 提供免费的Linux One的 主机的环境 那可能我也分享太多场了 所以 他现在也变成是 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他的就Expire 那就看这个多久会 会收费 现在不收费 他提供一个环境是 3GB的RAM 然后硬点应该也有 19GB 是景区 未来是够用 大家有 会 注册会有问题吗 应该都可以 好 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进来建源吗 都OK吗 没有卡住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 他是一个 这个 居住笔端ID的环境 那我们要先去建一个 Workspace 那但是呢 我们建这个 Workspace之前呢 因为他内建的 OS都是 比较旧的 所以呢 我们来建一个 比较新的 一个 一个 OS的环境 那请大家先到这个 Stacks 左边的这个 Dashboard Workspace 下面有一个 Stacks 那这个Stacks 是 做什么用呢 他其实就是用来 新增你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 设定档 所以呢 大家有兴趣回去 也可以自己玩玩 他提供了 比如说如果 今天是要开发 Go 你可以直接选 他这个Stacks 那他就帮 绿色栏中好一个 Go的开发环境 或是加完 那他呢 当然他底层他还是透过 Dark 的这个技术 去做 那大家如果已经到了这个Stacks 这边呢 请大家呢 先就是 先把我这个删掉 请大家先 先到Ubuntu的 这一个Stacks 然后他的右边有一个Copy的icon Duplicate 请大家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多一个Copy的 然后一串数字的这一份 这个Stacks的设定 那你Duplicate之后呢 就点你这个新增主栏的 这一个设定 把它订进去 好 那点进来之后呢 如果你要方便管理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 命令的修改 OK 然后呢他下面呢 我们要来看他的这个环境的设定 在 最下面这里呢 有一个roll configuration 然后呢 把这个show按下去 去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环境的一个设定档 那基本上他现在用的这个Duck的image 应该是 一个Ub上面的英邦图 然后有预设安装 这样 可是他这个太久 他得是 14年版的 14年版有的太久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去做一个小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把 这些都删掉 直流 直流英邦图 因为他其实就是去Duck Hub 去抓这个image下 那我们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用 Duck Hub上面 最新版的英邦图的这个image Duck Duck 那除了这边修改以外呢 下面还有一个地方 类似 这边location这边也是改一下 同样的都把它改成 那只要改 这两个地方就可以 就是把它的 原本的image 是旧版的 我们把它直接去抓 Duck Hub上面最新的 那修改完之后 一个最重要的步骤要记得要按下save 这个一定要按下去 那如果你看到save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workspace的环境 哪一个 OK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如果有卡到要举手讲一下 今天本来就是要带大家把这环境建起来 因为其实 我也是刚研究 就像我搞这个我就搞了一两个一半 在这个road configuration 这里把按下那个show 然后它就会把它的 原始的configuration 修出来 那我们直接就去改 它的这个 有一个region 它本来叫做eglipse开头的 那我们直接改成图方图就可以 然后下面有一个 这个risk 的location这边 好 那改好之后呢 我们就回来workspace这边 那我们去新增一个workspace 如果太快的话就举一下手让我知道一下 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本来我们就是实作小区就是要让大家 能够自己去create一个substrate的环境出来 那回家之后你要自己怎么乱玩 玩坏了你就把它上表再建一个新的就好了 好那我们按下add workspace 按下来之后呢 它就会基本上一个你可以设定的事例 因为跟大家讲一个它好处是说 它同一时间你只能够起一个 起一个环境 但是你可以同时有不同的环境 如果你关起来的话 所以呢 其实你是可以create不同的环境 那所以这边呢 如果你想要create不同的环境去做测试 这边匿名上面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 那这样你才会比较好 好便利 那改完名字之后呢 就来到这个select stack这边呢 我们要选 all all才会看到所有的 包括我们自己行政的部分 那选完all之后呢 往下到了node 你刚刚去 自己取 你要记得你自己取的名字 那基本上呢 就是 不要选原本的务邦图 如果选这个 它虽然这边写 写latice 但是其实不是latice 它是 14年版 那选了我们刚自己这个客制的这个stack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按下 create 在下面绿色的buttoncreate 按下去 然后它就会开始去 根据它的那个configuration 去把需要的这些dark的环境把它create起来 那当然这个是这个是你的dark的大小 像这个 普邦图应该算还蛮小的 所以应该 算开得蛮快 那你要等到他 旁边的这边会把 会有一个特命楼跳出来才可以让他完成这个环境的起动 到这边 有伙伴有卡住了吗 需要 需要我帮忙看一下的东西讲一下 好 那因为呢 我猜因为大家现在都要跑所以呢 我发现他跑得比较还要久 好 那在等的时候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他的 background 就是 他其实就是 Eclipse Foundation 有另外 open source 的 digital ID 那叫做EclipseChain CHE 那他基本上 他的这个service就是 based on 那一个 open source的 project 做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自己 自己想要再加 这样的 ID 其实也是可以去下载 EclipseChain 就可以create这样的环境 那个 刚刚大家在create workspace 的时候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有发生错误的话 一个就是要检查 刚刚的road configuration 是不是只有 无绑图 因为刚刚有伙伴是 没有 没有盖干净 那另外就是 在新增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rain加到3G 那竟然就把它加到3G 那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已经成功进来了 还有伙伴 刚刚 在 新增 offspace 就有出现 error message 的吗 还有吗 没有 那个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能 左右聆听问一下 好 OK 那我们成功进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 再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其实 可做可不做 不过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呢 因为它是一个dark的环境 那它的 IP 就是它的dark环境 跟它实体IP 对外的一定是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设定一个making 可以让到时候知道说 实际要知道 这个 这个我们service的port 的这个URL跟它的port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workspace这边呢 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跳到这个环境 我们在workspace这边按右键 那我们再新开一个点减 我们回到它的这个workspace的这个 设定的 方面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点这一个 刚建起来的workspace 点进去 好 那点进来之后呢 切到server的这个tank 那到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去设定这个对应的port 所以呢我们要先去新增一个是 我们待会要起的一个叫做 是subs3node它要起起来 它会坚定一个9944的port 所以呢 这个名称你其实都可以自定 只是为了自己方便了解而已 那主要是这个port 要设对 待会我们会对外的post 叫做9944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https 所以我们就是用它 befor的http就好 那我们就按下 新增 add 然后呢 除了这个 node的这个起起来的一个 我们客制化的区块链的节点以外呢 我们 它同时提供一个 template 是可以去跟这个 区块链做互动的一个 UI环境 所以呢 它也需要一个port 那它这个port就是 8000 就是8000 所以我们一样去新增一个 这个名称一样是你自己定义都可以 那主要是这个port要设对 这个要超过三个 超过三个 那基本上我们设定好之后 只要用到这两个port 然后呢 如果未来你自己玩的时候 你需要其他port 你记得你要自己去形成自己对应的port 比如说你可能去 用node.js 跑一个server 是8080port等等之类的 你自己要来设定 那这边最后一步不要忘记要按下save 按下save 按下save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会再去重启它的这一个container 它会再去重启它的container 那我们就稍微再等一下 那从刚刚到目前 因为这边如果起起来就是成功一半 还有我把你卡住了吗 那要跟大家补充一下是它不是一个常住的服务 所以只要你离开这个工作环境太久 它就会秀 这是它的机制 所以它是给你开发用而不是给你 跑一个service用 要欢迎请进 那我们 在等它重启的时候呢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简报的网址 如果你有带电脑要一起实作的话 如果你有带电脑要一起实作的话 然后先进来的朋友呢 来到这个简报桿呢 先请先到这个简报第14页 先去这一个云端的开发环境做注册 我先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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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那同时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跟不上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取巧的方式就是说 我这一个礼拜花了一点时间 把它装好打包成一个image 放到DuckHub上面 所以你回去你可以 如果你会用Duck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本集 就去把这一个 这个Duck把它下载下来就起起来 它就已经装好了 这个substrate OK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 先把这些安装的步骤 跟大家带一遍 那取巧的方式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再去试试看 那如果你 已经社会已经重启 然后成功看到这个terminal出来之后呢 就请大家开始跟着我们的指令 我们指令都有打列在这边 那首先呢因为它是一个干净的武邦图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去安装一些东西 那首先呢就是大家跟着这个每一个指令 就把它贴上去 那因为一般的武邦图它就是它的套件管理工具 必须要先去update 取得它最新的package list 所以会先做一个update的这个指令 那update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安装 比如说我们 CUIL就是为了要去 下载一些东西 还有我们待会可能会解压缩 然后甚至可能会编辑 所以呢 我会先把一些 基本的工具 先把它装起来 那就扣比第二行 那因为 基本上这个管理工程都还原断说 非常非常快 因为它不会用到local的平关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顺便也把node.js装起来 因为它的这个UI它是用那个 react做的 所以呢 node.js也是必须要安装的 所以呢 请大家就是要把这一个 node的这一个 安装的来源 这一个指令呢 也是把它阻置 那它就去更新这个 可以去安装node.js的正确的 这个来源的 Source 那接下来就正式安装 这个 node.js node.js 为什么要没有旁边选 sudo 不需要sudo啊 因为如果你是用普方图 我进来我也不是普方图 对啊 node.js本来就是root sudo 你是user 那你就加个sudo 加加sudo 可是你的Image应该用不一样的啊 OK 只要加sudo sudo in the front 如果你是用普方图 你能够提供 批准备 好 诶 我刚做了 好 还有人有一道理由 如果是权限的就是加个速度 然后因为那个 他的UI template 其实是用样去讨论 所以我们也把样装起来 所以我们就把最后一个指令 输进去 然后这样就基本的一些工具都装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正式我们今天要装的 跟Substrate有关系的 那一样呢 就大家copy这个指令 那这个他主要会是去先去安装 包括像Rust 然后等等一些便宜环境 因为Substrate 它本身是用这个Rust 开发的 有卡住的朋友没关系 因为待会跟我讲一下 因为待会我们会有装到某一个地方 他会跑二三十分钟 所以待会我可以再帮各位看一下问题 好 那因为装好了之后呢 像Rust 它本身它有一个 它的这个编译的指令叫做cargo 那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把他的cargo的这一个路径 把它设进来 所以我们请大家就把这个 Source 这个command 复制贴上 好那我们刚刚如果你安装完了 Node的点缀是刚刚的指令 如果你看起来都是因为root权限的关系吗 那到这边一直到cargo就等于你把Rust 的那一个编译环境 整个的城市环境也都做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要花 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首先 大家一样先把这些指令一个一个把它贴上去 它是主要它会去github copy一个 一个目录叫做substrate up 那它里面就是有把一些 把一些常用的可以透过它的template 来create的一些指令 指令的集 都在这个github里面 那所以我们先把它copy下来 然后把它翻到cargo的bin的目录下面 那接下来这一段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注意到有人这个视窗都是在下面太小了 大家记得把它放大 在右上角可以有一个放大的butt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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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这个 方便我们去建node的template的这些指令 copy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真的去起一个node的节点 那这边呢 请大家复制这个指令 但是后面那个键号的刮起来就不用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定义 比如说你就放你的名称 或是你要自己指定的名称都可以 那这边呢 就是把它 copy下来 然后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中间这一个 这一个也是一个名称可以自己定义 它其实主要就是 帮你的这一起起来的这个节点给一个名称而已 那最后呢就是我这个节点的on 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 好 那按下去之后呢 就是开始二三十分钟的等待时间 因为它会去把整个SouthStrape的node的程式码 开始做下载做compile 然后最后呢 就会compile成一个新的 一个完整的区块链的一个可执行的档案 那这边有卡住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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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compare的时候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背景的一些东西 大家如果有卡通马上去收这个随时可以过去帮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主角是Sumptray 但是Sumptray其实是就是Pokedong 它的这个组织 它是一个开营的区块链 那这个区块链的细节我们可能今天不会讲 主要我们可能会在20号台北区块链设行会介绍 或是大家可以回去看 因为我们压上面有社群小区的录影档 之前有介绍过Cosmos跟Pokedong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YouTube 那基本上今天介绍的那一场YouTube讲的是大头小利 那Pokedong呢 讲到Pokedong必须要讲到这个他的创办人 那其实这个创办人就是定理大名的Parity的创办人 那他之前就是Ethereum的CDO 就是宇太坊的宝贝书是他写的 然后一开始的智能学院架构也是他规划做出来的 所以呢这一场这一支照片 其实就是在去年的这个website赏命上面 有一场他就是Demo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就是Demo今天做的事情 那Pokedong跟Substrate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Pokedong它是要做一个跨链的项目 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跨链沟通 就很像你可以思想 就很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 可以去串很多一段服务密码 那其实大家的一段服务都是可以串来上去去做组装的 那Pokedong它的理念其实也是这样子 就是未来一定大家都会focus在做自己的应用 解决自己某部分的痛点 那但是呢 你不可能是做一个 区块链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一条链 那所以他们的理念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focus在做一部分 那同时如果整个Pokedong的这个整个internet里面呢 它有其他已经做好的服务 那其实你是可以直接跟它做沟通 然后组方起来就提供给你的使用者去做使用 那也因此Pokedong他们就是类比说就像那个 它其实是一个协议 然后就像网卡一样 它是为了要来串你所有的区块链 那Substrate其实是它上面的软体 那Pokedong它是等于是Parrity 他们后来成立的一个foundation web3就是focus在未来的web3.0的应用的 这样的技术的推进上面去做发展 那Substrate其实是 Parrity他们从做以太坊的钱包做client 他们所累积下来的经验 然后等于是说他们内部把这些经验把它做成框架 那甚至他们用Substrate去做了一太坊2.5的client 所以你会看到说它这个Substrate的框架 它自己已经是去证明了说它其实是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区块链的利用 OK那Substrate它为什么可以 当然号称15分钟大家实际去跑就知道这个有点夸张 但是的确还是蛮快的 当然就是潜力如果你的机器真的是够好 然后那个下降速度够快 当然也许15秒 不知道15分钟的确是可能的 但是大家照我们刚刚那玩具跑的一样 所以就说其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它的整个框架是这个样子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最像一个Substrate node Substrate node的意思就是说它都帮你弄好了一套 然后它会提供给你的template 那template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你能够修改的参数就相对是比较少 但是你透过参数的修改 你就可以去create自己的条件 那当然如果这样不符合你需求的话 你需要更弹性的它里面的一些 功能不符合你所需的 你就要再往上走 也就是它的substrate的srm 就是substrate run time module library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把所有去块链的 会用到的功能 在往路程上面的事情 包括了你的账户 然后你的这个 translation的这些behavior等等的 甚至包括你的字语 道的字语等等这些 你都是它都有一套library就是模式化的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要用还是不要用 那你就可以去评装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写自己的module library 然后跟它合并去做使用 那如果这样才没有办法符合你的需求的话 你就可以再往上去修改到它核心的部分 那甚至到它Pokedo核心的底层 就是网路层 就是共识层的这些 那它共识层其实也是在srm 可以抽换的 那这个其实有点类似 因为我蛮喜欢Pokedo 就是因为它的这样的架构 跟文王的经验是类似的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开发的线上游戏 我从无道友开发的一个游戏 一定是Hot Core 从一行一行把它写出来 可是写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 今天我们要开发更多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做reflecting 然后你会把它做模组化 那同样的到最后 如果我今天想要给比较新进的 之前的人员 他自己也可以去create一个游戏游戏的话 那他只要把我做好的框架 甚至写好的template 他改参数 他就可以create一个游戏游戏 所以类似的概念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会蛮喜欢给文王他的设计的概念上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说 越下面你会越简单 但是当然就是要看符不符合的需求 但是你就是蛮弹性的 蛮弹性的 有印象 嗯 请说 TDF 是跑在哪一层上面 刚刚那四层 都不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plotchain 他deample其实是 是clime 对 是在更上面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应该是说 他里面会有智能合约的部分 那这个待会我们会讲到 待会我们会讲到 待会我们会讲到 但是他就目前并不是像 以太坊这样子 是做好一个 透过智能额约直接 直接安装上去的 但是他有类似的概念 然后目前其实有另外一个 就是透过上 所以做的一个项目是 会把以太坊的智能额约 移植过来 就是ageware ageware ageware 20号的台北区区块链声 我讲的 我先看一下 不然我会跳出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整个 为什么上市会能够简化 区块链开发 就是我们在最前面的时候 讲到 比特币 然后以太坊 开playage 架构 它的分层的一些规划 好 那在上市来讲 它底层 它就是用LiveP2P LiveP2P就是 Filecoin的 后面的那个organization 他们去开发 就是IPFS的其中的一款 那你会发现 现在其实很多 区块链声会 直接拿他们来做P2P的 层的 使用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有个团队 就是专门在做P2P 因为P2P 会牵涉到 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下面 那你要怎么可以通透那个网络层 那在网上的就是共识层 那共识层呢 那共识层呢 当然就是会 其实它就变成是可以切换的 那 以Polkadot来讲呢 它是目前是有一个叫做 Oral的 做出块的 共识 然后呢 还有一个确认区块的共识 叫WePA 所以它是混合共识 所以 那在substrate的框架里面 你其实自己可以去决定 你要用什么样的共识 那甚至未来 它的这个公司的 module 就有人 自己可以去开发 不同的公司的 module 直接就可以来 像推荐人这样做使用 那往上其实就是Runtime 那Runtime呢 它是透过Rust去开发 然后打包成这个WebAssembly 那Runtime就是 但是其实就是真的是执行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的逻辑 可以这样讲 不是你的功能 取决于 区块链的功能 取决于Runtime里面的这些 这些东西 那你会看到里面包括说 它有所谓的质疑 然后有所谓的到 然后包括说 如果你要做DOS 你的Stating 然后呢 还有所谓的这个智能额约的话 就它也可以把它帮助在里面去 然后还有包括说 你的Transation 要不要收费 这些Paylor的募集 你都可以是去自己去决定去设计的 那这一张其实就是一样 那只是 它透过不同的图形来做表达 那一样从下到上 那最终我们 如果自己 刚刚讲到如果要去开发Runtime 比较不太 比较多的逻辑的时候 就要自己去动到这个Runtime 那今天我们不会讲 因为它是用Rust的Language 那其实我也还不是看得很懂Rust 那个 那个有点难读 那可能要再花点时间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详细的 它的这个整个Substrate Runtime Module Library 它们就叫SRML 里面包括你的Count 跟你的Badness 比如说你可以用 比特币的UTXO的模型 或是你要用以太坊的这个Count的模型 然后呢 或是说你可以去决定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打包区块的时间 然后还有甚至你的这个 甚至也可以去做这个资产的应用相关的 那它基本上他们团队就会 陆陆续去 针对他们觉得会用到的 他们就会把Module加进来 那当然同时这个生态 就会有其他人 去Focus 在做它没有用到的这个Runtime的Module 所以你们看到 这样的生态会变成是说 如果用更多的人来开发 Focus在自己的Module上面 你会发现它比较像是一种 现在 一个产业的标准 就是大家只做Focus 在做自己的 Focus要做的事情 那最后大家可以 整个产业可以串续起来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 我会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可以热更新 就像目前有些 手机APP 我今天让使用者下载之后 我可以在后台 我直接就更新 这个application 的程式功能 不用再要求使用者 再去下载一次APP 那同样的概念 那他们是怎么样做呢 他们其实就 你去看的话 其实它有点类似 APP它热查吧 就是热更新的概念 也就是说 其实今天它会先去检查 现在的版本跟链上版本 是不是一样的 那如果链上有更新的 它其实它就会 执行链上的版本 那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这个local节点 它没有自己去更新 放最新版本的话 但是它的整个架构 它会保证它一定是执行在最新的 那至于什么 要不要更新这件事情 其实它也是弹性的 就是说 所谓的链上制 他们现在也是有在讨论 这个链上制 你要怎么做 链上制 以它自己的一套的共识 的模式 就是 可能是采用公投 还是怎么样子的方式 来决定到底 这个 这个城市要不要更新到 区块链上去 那相比以往的是 礦工 礦工要去决定 我要不要下车最新的 节点的城市 那必须要超过 51%以上 目前的比特比 或是 看法就是 都是要超过51%的 礦工以上 它去更新 同步更新 这个网路才会是 真的是升级 所以呢 这个是 TOKEDO 它觉得 因为其实 Gable它也是一个 资深的工程师 那你有做过一些 商业应用的话 你会知道 不可能不升级 只要系统就会有Bug 甚至报告说 他们第一次募资的时候 就收了很多Token 在钱包里面 OK 看来还要一段时间 跑到511就完成了 但是呢 我会觉得 我们时间也快到8点半 我这边我就不等它 而是我直接示范另外一个快速的方式 因为大家 刚刚的指令都打过了吗 有没有人有卡住的 刚刚的指令 还是有卡住的 没问题 还有谁 刚刚的问题会是 这边是有卡住的 在说 第一个就是这个要记得有打 那有没有成功就是说 大家试着去打Cargo 这个Commet 因为它是Rust的 它的便移工具的指令 那你如果打卡住 他们有列出说明指令的那些 HELP的话 然后它是说 可没那放的话 就代表你的Rust 一种是你上面Rust的装了 但是呢 你没有把Cargo 的那一个Environment 的路径能设好 所以你要再打这个指令 但是呢 如果你发现说 你连这个Cargo Environment都找不到的话 那就代表说 你是连上面这个还没装好 OK 那如果下面 这边好了之后呢 这边单纯只是去复制 它的 帮我们准备好的一些指令 那它的指令其中一个 就会是下一页的 这一个 那后面这个 这个箭头不需要 就是大家自己定义 因为它这个参数只是说 如果你想要定义你自己 作者是谁 是谁 那不需要 不需要这个双接头 那甚至包括 里面的这个名字 其实都是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那其实这些指令呢 在 Substrate developer 的网站 都会有 那只是 我之前看是感觉它有点散落各地 就是 所以我把所有的指令 再帮大家 注意起来 然后透过 Cloud 的这一个ID环境 让大家自己可以 跑一遍 所以今天大家的目的 一定是 要记得能够把这一个 这个指令通通 套起来 那一套起来 其实就算是练习过了 之后 如果要安装在自己Mac 或是 其实你去参考它的 那个 安装的说明 就应该会比较顺利 一定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可能等它便宜完 所以 我这边我就要先停下了 那停下来之后 我直接用 教大家用另外一个 已经把刚刚那些东西做好的一个 直接去跑 会比较快 好 那至于那个image要怎么做呢 一样你要去新增一个 copy 一个5万股的stake 然后呢 你必须要去 把它的image修改成 我上传到DarkHub的版本 那我记得我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到 5.2了吧 那如果对Dark不熟的话 基本上 这个只是说 DarkHub 它就是一个帮大家报存 DarkImage的一个 report report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github 只是它不是放程式 它是放大家见的image 那这边呢 就会是我的账号 然后后面呢 就会是我定义 自己定义的 这一个image的名称 那后面冒号 后面就是版本 那因为我现在放上去的 就是有到0.2 那这边呢 大家可以就改成 如果大家刚刚指定都跑完了 都是跑到那个 在等那个 no template 里面的那一个 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停下来 然后先来做这个 这个大概不到10分钟 应该就可以跑下来 然后改成这样的一样 跟刚刚一样 我们都要两个地方都要去改 那这样呢 我因为如果刚刚有把它提正常提掉的话 我现在应该还有3GB的quota可以用 然后我们就是来选择 我刚刚改的这一个 然后一样就是去creat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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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去 来 3GB 3GB 啊 应该是还好 呵呵 不过我会建议 因为他有给3GB 就用到3GB 可是我刚刚那一个 可能没有正常提掉 看一下 他还没有正常关掉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个五分钟 那因为我还要先等他 把他上一个 workspace 停掉 等他 那如果你刚刚没有遇到我这个问题的话 你应该先去新增了一个 照我刚刚的方式去新增了一个 我的 image 的 space 的话 应该就可以进来跑了 那个 的 repository 的那个 对不对 路径吗 在这里 这里 就是 hs c h e n k slash substrate 然后后面要冒号 0.2版本 那 0.2版本跟 0.1版本只是我增加一个 nglog 的工具 因为 因为 基本上 pogatone 跟前端沟通是透过 web searching 那 web searching 只有在 local 开发 你可以透过 Chrome 你在 local 起一个节点 跑 127.1 的 应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去做沟通 但是 如果你是 remote 的话 基本上 Chrome 就不允许 你必须要有 WSS 也就是 是有 SSL 的 web searching 才能够做通讯 所以我是 等于是透过徐巧去安装跟 Google 它可以帮你自动产生一个 SSL 的 URL 那这样我们就有比较好做测试 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再 copy 一个新的 你旧的那一个就有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就一样的地方 在 raw configuration 的 刚刚是五方谷的这里 把它改成是新的大科 要关掉 要关掉 要不要先关掉 再开一遍 OK 然后 你现在还是 他还在跑 有几岁 大概是还能够这样跑 已经跑了 跑多久了 他跑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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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在速度 是吗 你要在那个 压一下 嗯 你可以试试看 我确试一下 我确试 我确试 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大家先把 刚刚跑的 我先停下 因为 安装的部分呢 安装的部分 待会会后 可以再跟大家看一下 就刚刚的指定 如果大家哪里有跑 跑不完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直接呢 跳到说 已经安装好 然后已经 已经 编译好那个 Node Template 那我们直接把 这个Node 跑起来 的部分 你要去 就是在这边 按右键 然后呢 最好是选 without snapshot 因为我刚刚直接 stop 结果呢 他现在我一直卡在 他帮我把整个 环境 snapshot 下来 所以呢 请大家 比较好的方式 stop without snapshot 然后呢 因为他是免费的 我猜 他在支援上面 跟大家的 支援是 complete 所以 跑得比较慢一点 哦 看起来终于 终于 终于 终于停下来 ok 等大家一下 要让大家 直接用捷径的方式 去跑这个Node 我其实 流程一样 只是这个image 会更简单 因为东西都装好 那差别只是说 大家要记得 那个 你的road condition 哪一个image 的路径 要设的正确 好 那我这边 刚刚有设好了 我直接就是把它 放起来 我应该是这一个没错 好 好 大家有挫折是正常的 因为我也不懂了 怎么办 好 你是说新的吗 我看一下 为什么你都一直跑到 地狱蛇 好 好 你 好 对 好 算你 好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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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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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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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己是Mac或是Ninux 本身自己就是Ninux環境的話 你回去可能不想要用一段的 你可以到Substreet這邊 他這邊就是其實陸陸續續都在補一些文件跟一些tutorial 像比如說我們今天講的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小於一個小時的這個tutorial來講 那裡面呢 如果你是MacOS跟Ninux的都可以來參考這個 只是他其實就也沒有 就是蠻跳透的 就是比如說他這邊跟你講 你就要先去安裝node跟npm 然後你要安裝Substreet 然後呢 或是你要先告訴這個slide 然後再跑到這裡來 那基本上就是大種小異 那Windows會比較麻煩 我記得他很像能用這支Windows 可是感覺起來Windows會更繁瑣 對 好的 對 這支佔嘛 好 是的 假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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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